日本的法西斯化 首先要牵涉到日本二十年代的政党政治时代 当然在这里我们肯定只能简单地讲了 因为我们由于这个克什的关系 我们连美国的克里兹凡都基本上都带过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政党政治时代 是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去 那么这个里面一个概念 就是日本从1924年到1932年 在这个八年时间里面 日本是处于政党政治时代 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 就是日本的天王制 日本的天王制实际上是一个 包容量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制度 包容量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制度 因此以后的日本的法西斯体制 也是在天王制的框架之内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二战以后的这样一个改革 就是日本天王变成虚军了 变成虚军了 它也是在天王制的框架之下 那事实上这个天王制跟以前的天王制 是有很大的变化 同时在1924年到1932年 同样在天王制的框架之下 它可以出现政党政治时代 也就是讲这个政党政治呢 当然是一个论语的一种表达 实际上就相当于西方的这种议会民主制 相当于议会民主制 就是由政党来构成这个议会 然后议会就形成了一个互相制衡的这样一个 那么日本产生政党政治这个情况呢 一方面是本身的它的一个社会结构 经济的变化的一个 就是政党的力量增强了 另外一个当时从全世界角度来讲的 就是这也是个世界潮流 那也是一个世界潮流 那么在政党政治时代里面 日本大概在对内对外 都发生了一些小的变化 都发生了一些小的变化 对内的小的变化 基本上大概可以讲三个变化 就一个它的选举法 选举制度发生了 扩大了选举权 扩大了选举权 在政党政治时代 日本的选举权扩大 年满25岁的男子都享有选举权 那妇女还是没有的 因为在日本这个国家这方面可能 另外一个呢 像我们现在都是18岁 他要25岁 但是不管怎么讲 就这个变化 使得选民人数从300万 一下子增加到1200万 所以这个选举权的扩大 也是蛮明显的 对内方面的变化的第二个呢 主要就是它的大成项 相当于财政部长 财政部长大成项的权力 发生变化 原来这个大成项的财政部长 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大成项的权力 进行了一定的制约 进行了一定的制约 而且呢就是说 规定就是 它有一些内容 必须要向议会公开 向议会公开 那么这个呢就是有点像这个民主政治的发展 这个发展 那么内政方面第三项的变化 第三个变化呢 就是在军队 军队里面呢 缩减军费 裁减 军队 而且在军队内部呢 就是发生一些小的变化 就是因为裁军 所以把一些旧武士出生的一些旧军官呢 就是尽量的多裁掉一点 那么趁机呢 就提拔一些这个新人 这样一来的话 就是在军队里面 也让一些代表资产积极利益的 这样一种人呢 能够在那里 在军队里面能够占更多的份额 对外呢 主要是提出了协调外交 因为这个协调外交的背景是什么呢 我们前面讲到过 日本通过华盛顿会议 实际上它是 很多利益它是吐出来的 那么因此呢 在日本国内普遍的 就是要打破华盛顿气息 打破华盛顿气息 打破华盛顿气息的话 那也就是讲 要从其他国家 特别是从西方国家 要采取这种对抗的态度 要采取这种对抗的态度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在政党政治时代呢 它就提出了协调外交 那么协调外交 其间是单外向的 是碧原喜从郎 然后呢 这个协调外交呢 也被称为叫碧原外交 那碧原外交就是 对英美 从原来要打破华盛顿气息 变成了身影华盛顿气息 也就是讲 这个打破的事情 以后再说 我们现在还是要 同英美要进行协调 承论苏联 对中国提出不干涉内政 当然这是表面的 所谓不干涉内政 就是不直接来插手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简单的谈一下 就是说 日本的高桥财政 高桥财政 假如你们去分析 经济危机期间 各国的经济走势的话 你们会发现 受危机打击最深的 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就是一个美国 一个德国 受危机打击比较深 但是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来 日本事实上 在人家经济危机 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它实际上就开始 发生变化了 就是开始朝上走 而这个朝上走呢 我们以前就认为 自从1931年918以后 它走上了 阔军备战的道路 因此出现了战争繁荣 所以摆脱了经济危机 这个呢 现在看来 我们有点 陷入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了 陷入认识上的误区了 就是过于强调 日本对外扩张 对摆脱经济危机的作用 而忽视了 它本身财政政策的作用 那么实际上呢 这里面就是牵着了一个高桥财政 高桥财政 高桥财政呢 那么这个基本上 还是能够猜得出来的 就是由高桥市卿 担任这个财政大臣 就是大臣大臣 高桥市卿担任财政大臣是1931年底到1932年2月 这段时期 他采取了对称 现在我们看来 同凯恩斯主义 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异曲同工之妙 高桥财政基本上包括三个内容 一个 就是 它叫放弃紧速财政 这个怎么把否定局 改成肯定局 一下子找不出合适的词 放弃紧速财政 按照我们现在来讲 就是涉心宽松的财政政策 是吧 就放弃紧促财政 通过发行国债来扩大政治开支 那这个呢 就是跟凯恩斯主义 是有医学同名指标的 第二项措施 就是大幅度的贬值热源 那不是跟罗斯福星认为一个基金 是吧 大幅度的贬值热源 第三项措施 就是废除热源的金本位置 废除热源的金本位置 这个跟第二项措施 严格来讲是捆绑在一起 你只有放弃金本位置 然后大量的印制新草票 才能够贬值热源 那么才能够有扩大政治开支 所以三个措施 是分得比较细的 实际上是一个措施 那么由于它是采取了一种 类似凯恩斯主义的这样一种措施 所以日本在经济危机期间 它是比较快的 就是开始 摆脱经济危机 开始潮上 那么第三个小问题 我们谈谈日本的法西斯化 我们谈谈日本的法西斯化 那么我们以往的解释中间 过于强调了 日本军部在法西斯化过程中间的作用 日本军部在法西斯化的过程里面 确实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们重视是对的 但是假如就这样的话 那么就是我们就没法跟 或者就没法去反驳 有些日本学者提出的一种讲法 他说我们日本没有法西斯 我们是有军部在国家生活中间 处于很重要的地位 那是我们是军国主义化 军国主义化对的 我们日本没有法西斯 我们日本正有军国主义 是吧 对 那么假如我们也强调 日本军部对政治的干预 程度越来越大 那么是呀 那么也就是他是军国主义化的 但是没有法西斯化的 然后他具体的 他说我们有法西斯政党吗 没有 我们有像希特勒摩斯林这样的人吗 没有 那我们最高的是天王呀 在天王之下 连中条英记都讲的 天王是太阳 如果没有这个太阳 我就是一块石头 那么就因为太阳照在我这个石头上面 然后反出来光 有点像月亮一样 是吧 那么我还能够发出点光 所以我是 我们有太阳的 我一块石头 你映出我这块石头 还能够怎么样 是吧 那么就讲来讲去 那么没有法西斯 这个问题呢 我们认为 我们确实是 疏忽了一个环节 我们疏忽了一个环节 就是军部本身的变化 我们重视的不够 那么这样一样 我一直讲的军部 军部干预政权 那么军部总理化 关键现在 为什么我们讲军部干预政权 它就是法西斯化 关键是军部的变化 我们这个重要的环节 我们漏掉 那这里面呢 就牵扯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上一章里面 不是上两章里面 就是第六章里面 我们谈到过 日本法西斯 两个纲领 一个是北一辉的纲领 还有一个巴登巴登命约 是吧 北一辉的纲领 基本上是民间法西斯采纳 和军队里面的基层将校各兴派 采纳 基层将校各兴派 后来就 被黄道派取代 被黄道派取代 那么就是 末廖革新派 就军队里面的一些中臣军官 所组成的末廖革新派 后来被统治派取代 那么现在就是说 因为由于日本的 这样一个具体的国情 它的民间法西斯 基本上是起到了一个 烘托的准 哎呀 整个来讲好像是 法西斯所在也蛮多的嘛 但他也不叫法西斯 什么会了 什么会了 双业会了 有501个 但是都没有起到一个 像纳粹党 像国家法西斯党 这样的作用 然后军队里面 就产生了黄道派统治派 这个黄道派统治派 黄道派也不是说 他黄道派一定完全采取 百业会的责 但是相对说起来 他们就是受北一辉的 那个纲领的影响 相对说起来比较大 而统治派呢 基本上就是 以巴登巴登灭越 为自己的一个 一个指导思想的 因此这里面就 有两个环节了 有两个环节了 一个 黄道派和统治派 谁在军队里面占上风 那么最后演变的结果 事实上也是 见血的 黄道派最后也是 通过1936年的 二二六四变 基本上也是 用这种暴力的 这个 见血的这种办法 试图要改变这种推势 但是 最后 所以最后在日本法西斯 这个军内法西斯的 两派中间 是统治派压倒了 黄道派 统治派压倒了黄道派 这个里面呢 也产生了一个 比较奇特的现象 你比如想在像德国 德国法西斯内部 我们讲希特勒的 慕尼黑派 和北方的 那个北方派 北方派左叶 更多的强调社会改革 而希特勒呢 更多的可能是从 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 这方面可能 考虑的更多一点 因此北方派 左派 某种人来讲 有点可爱 但是呢 你感觉到 他的空想成分 可能更多一点 但是在日本 有点错位 黄道派 以陆军 为 主要的据点 因此黄道派 提出的口号 里面有北一辉的 这种理论的痕迹的 具体的你们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看 就是我们 给你们可以下载的 那个参考资料里面 有一个就是 1936年 2264变 黄道派 提出的一个主张 这个主张里面 他实际上也是要打击了 这种垄断资产业级 什么的 是吧 但是他以洛军为那个呢 相对说起来 就是表现成一种 比较野蛮的 武士道精神 更强的 那样一种 而统治派呢 他是以海军 作为他的 一个主要活动 据点的 那么海军的 一般来讲 因为他本身 就是在面向海洋的 那么再加上 好像有人认为 这个 经常跟大海 打交道的人 这个视野会比较开阔 那么整个来讲 这种情怀方面 可能也比较那个一点 是吧 所以统治派 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更多的不是 找演于 这个中下城民众的 地位的提高 他更多的 还是要从这个 就是巴东巴东 内约为那个 就是要进行总体战 然后就是说 等于要 要控制世界 要多要夸张 但是他又是以海军 作为基础的 因此相对说起来 就是说 视野要比黄道派 要开阔一点 那么右翼反而就是说 视野开阔了 左翼反而就变成了一个 黄道派也很难讲是左翼 就是说他更多的 可能是从中下城民众的角度 他反而就是显得 就是说更狭窄 更野蛮 就是在这方面 日本法西斯跟其他国家的法西斯 有点不一样的 这样一个地方 那么最后就是说 我们讲的 到底北一辉的指导师 北一辉的理论占上风 还是巴登巴登约占上风 那么在日本就表现为 黄道派和统治派之间的较量 最后是统治派占上风 所以日本后来的法西斯化 基本上是在统治派的 这样一个 那么你统治派 以后就是说 在军队里面 这个占了上风 因此 军部 法西斯化 军部法西斯化 然后军部控制政权 也就是政权的法西斯化 所以这个环节 就是法西斯 军部 军部首先 他是被法西斯势力所控制的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也就是讲 可能我们同 同日本 有些日本学者之间的争议 主要是在这里 主要是在这里 那么军部控制政权呢 这个相对说起来 就是军部的政治化 军部的政治化呢 一般认为 完成的标志是在1934年的十月 1934年的十月 所以整个来讲 可能你们有这样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以往的 大二发制的 出线条的描述 可能把日本的法西斯化 时间提得比较早 那么918的时候 可能就 事实上 就是军部的政治化和法西斯化 它的完成是在 1934年 然后法西斯化的军部 它要去控制政权 那法西斯化的军部 要去控制政权 法西斯化的军部 去控制政权 这个我们就是讲的 国家法西斯化 就在这边 看到了 但是 我们从而在这边 颇 有